從這個今年總統大選的肇事晚會 然後到今年519、521、524、528 這幾場大型的集會遊行 有沒有任何單位來跟中華電信 申請了手機的這個電信信令資料 沒有 那誰可以申請電信信信資料 信令資料是不會外流的 任何跟政黨相關的集會遊行相關的活動 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分析 但是地方政府他們就是能夠利用電信信資料來做對比啊 那個是所謂的人潮分析的大數據的分析應用 需要購買的 任何人都可以買嗎 任何人都不能購買 如果是屬於關關應用或疏解交通等等 這些人潮分析的資料呢 我們會應這個主管單位 例如地方縣市政府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在合法合規的一個前提下 而且重要是要去識別化 打死你們你們也說沒有啦 國安局調查局警政署 有沒有曾經跟你們調過這些資料 指的是哪一段時間的資料 不是哪一段時間啦 有沒有啦 合法的我們要配合提供 有沒有嘛 那見鬼啦 那為什麼 王毅川先生 他有這些資料可以去分析 如果假設這些通通沒有 就是假新聞 我正式跟你檢舉 我們依法定程序處理 有沒有落實事實查證這個部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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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